好 歡迎大家回來政治發言人 今天我會繼續講我的車牌、船牌和飛機牌的下集 上個星期就講到考船牌在香港比較少人考 其實我就說它很容易考 為什麼呢?記不記得上個星期就說 很多人都知道了 考一個車牌,香港考一個車牌 需要經過A泊的筆市 再加B泊和C泊合併市 你可以說是合併 但是考船牌,船 車牌當然是輕人客貨車 船牌當然是說遊樂艇隻 我考LVII 假設我是15米以下 最初級的 除了考A泊的筆市之外 當然A泊我剛才講過 再分開兩部份 一部份是機輪 一部份是引擎 一部份是船艇 一部份是船艇 就是像我剛才講的那些 昨天上個星期講的那些 在哪個方位走 怎麼走 當然我不會教大家 一會大家 聽完這個節目 我已經考船牌合格 那一個人來找我 我豈不是很不空 搞笑而已 但是我們考完筆市之後 在現在2012年之前 考完船牌之後 是不需要再考任何東西的 已經可以拿到船牌了 當然有些人會說 這個禁議是不是這樣 千真萬確 考船牌是真的只需要你 即是現在 2011年7月 1225元 考了A泊的筆市之後 你就可以拿著一個 15米 可以拿15米的船的一個牌照 那真的 有些人會說 考完也不會拿 沒錯 真的考完也不會拿船 不過呢 現在的制度是這樣 不過 如果你2012年之後 我勸大家 如果真的很想去考船牌 很快 為什麼呢 因為2012年之後 就在推出一個叫做新制 也就是說什麼 好像考車一樣 要考什麼呢 考車要考B Park B Park 記不記得是什麼 是拍位和掉頭 拍位和掉頭 那 在推出的船牌 一樣就要考拍位和掉頭 那真的奇了 沒有位置拍的 在海裡 不會中間說車位給你拍的 掉頭 掉頭都有可能 你說在一些窄路上掉走 沒錯 要考拍位和掉頭 那拍位是什麼呢 拍位呢 因為我們行內人 不太好是我們 行內人來講 拍位就是拍碼頭 就是說你把船 可能這樣 這個碼頭 你的船是這樣的 怎樣拍起來變成這樣呢 這些就是拍位 有難度的 因為你好像 我們平時拍車 又不可以 騎到旁邊的車 那要一樣 你大大大 一跌一的船 碰 撞過去呢 你會撞爛碼頭 又好 撞爛你的船 也有自可 撞爛碼頭 賠很多錢 那一樣 拍位掉頭 那 掉頭一樣 又是窄路給你掉頭 沒有分左右 那海道 窄路就掉頭 所以2012年之前 考到的朋友 就好去考 如果不是呢 如果不是呢 你將來就很辛苦的了 當然啦 這樣就確保你一定會駕駛 但是呢 現在是輕鬆很多的 你寧願考完試 不懂駕駛 找一個朋友來 教你去駕駛好過啦 講到駕駛和駕車 任何車輛 只要是機動的 車輛呢 都需要考車牌 既人都要考車牌去駕駛的 但是呢 如果你的船呢 船啊 一隻船啊 那隻船是這樣啦 通常尾都平啦 然後有部尾機啦 對了 有部尾機啦 那如果你的船呢 全長短過四米 短過四米啊 而且這一部摩打呢 小過四匹 的時候呢 駕駛的人呢 是不需要拿船牌的 任何人都駕得的 即使你說你又不懂的啊 當然啦 你十八歲以上啦 但是呢 任何人都可以 喜歡怎樣駕駛就駕得 那這個就是炒船牌比較特別之處 所以呢你會見到可能有些 嗯 在避風塘附近呢 你會見到一些人造搏艇的 搏搏艇的是什麼呢 搏搏艇就是説 是由你這隻船 和你搏去你自己的船 那這隻船呢 通常都是四米以下 和四匹以下的 那些人就賺錢的 當然也有帶船做舶艇 剛才說到車牌我們要十年續一次期 船牌是不是呢? 船牌解約一個人十八歲就考到船牌了 十八歲,中文字真的差點 十八歲就考到船牌的時候 如果你考車,車牌十八歲考到 那你就二十八歲續一次期 三十八就續一次期 四十八就續一次期 然後五十八就續一次期 然後再續期就去到六十五而已 如果你健康良好一剔 那就去到六十七 兩年一次 如果你十八歲沒有續期 有半年沒有續期 對不起,你就要重頭考過車牌了 那考船牌又是怎樣呢? 如果十八歲考到 如果十八歲考到 大家見到箭嘴這麼長都知道為什麼 沒錯 不論你多少歲考到 不論真的 五十五歲考到也好 十八歲也考到也好 你的船牌是永久的 去到六十五歲 如果你超過六十五歲 就跟車牌一樣 你要每兩年提供一次身體健康證明文件 我們叫做續期 這個呢 車牌和船牌就是這樣 所以呢 可能大家聽過一些讀 讀輪胎的朋友 讀輪胎的朋友 都會說 讀完大學一起去考船牌 為什麼呢? 你只要認識船牌那部分 船牌就真的很容易考 不過多不多人考 剛才講到Level 2 Level 2就是 Level 2就是 Level 2就是 15米以下 Level 1就是 無限米 那是不是考到Level 1 可以什麼船都可以駕駛呢? 又不對 除了這些我們叫做游艇牌 就是康樂艇者租船員牌 還有叫軟航牌 軟航 和雙船牌 那軟航和雙船呢 有什麼分別呢? 雙船就是 你在香港境內做生意的 你的牌照 例如是什麼呢? 街道 或者小輪 軟航又是什麼呢? 軟航都是做生意的 通常 例如 香港我們有貨櫃碼頭 有這麼多個 貨櫃船 貨櫃船 或者 領航船 那什麼叫領航船呢? 可能 有些船未來過香港境的 那 那 來到 又不懂路 不懂航道 那 就會找 找一些叫領航船 為大家領航 那 就是帶領你去行 那 帶著你去行 那 那這些就叫領航船 或者 我們還有一些叫工程船 那 每一種的不同的船 都會有一個自己的牌照 那 那 除了Level 1 就是看落艇船之外 其他牌照都要逐個考 那 那 那 之前大家都可能記得 我在一集說 出入境口運的時候 都說 有些人駕遊艇 離開香港境的 那怎麼辦? 哦 沒問題的 那 只要你在香港境內持有這些牌照 就可以了 或者你持有外國類似的牌照 那當然要認可 那 你開香港境 那便預先申請 那就是這些 這些不同類型的船種 那 要考分不同類型的牌照 考試 也是這樣 那 那 所以在香港 考一個船牌 呢 實際上都不是一個很難的一件事 那 不過呢 那 那 為什麼會有人考船牌呢 我記得有人和我說過 喂 有人問 星期日你會去哪裡 那 喂 我游車河的 游車河有什麼特別 不是 每人都有車牌 游車河 但是如果你和人說 我每個星期日都游船河的 我自己 撇船 哇 真是幾型的 那 那 所以為什麼有些人 忠情駕船多於駕車呢 那 講過車和船 那 那 沒有人會和你講鐵路的 是不是 你這樣駕駕駛 駕駛駛 駕駛 駕駛駛 我沒有去過地鐵公司做 那我沒有去過地鐵公司做 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考 那 聽聞呢 如果你要駕駛地鐵呢 就先擁有車牌 那 然後他會培訓你駕駛地鐵 那一樣呢 你要 又有手分相關的法例 例如不可以超速 那 那 去到整個節目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講飛機了 很多人都說 誒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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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機究竟怎麼考的 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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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沒講飛機之前 講一些飛行的 一些東西給大家聽 那 香港 先講香港 香港就有兩個機場的 兩個機場 那 在中文來說 機場這個字呢 就有幾空泛的 那 我們 轉做英文 有兩個寫法 第一個叫Airport 那 我想可能小學生都知道了 Airport 就是飛機場 是不是 另外一個寫法 我們叫Airfield 那 如果你查字典 Airfield的中文呢 就是飛機場 Airport的中文呢 也是飛機場 為什麼香港會有兩個機場呢 那 一個機場又會在哪裡呢 大家都很常知 這個是香港 香港 在這個地方的位置 有一個 大嶼山 新界 九龍 香港島 這一塊就是機場 這一塊叫赤立角機場 赤不懂得寫 好像立字 是不是這樣 真的 真的是幣加科 一個香港人 不知道機場叫什麼名 赤立角 赤立角 為什麼呢 赤立角就是以前 這裡有個叫赤立角島 以前的島 只有這麼大的 現在變了這麼大 遲下 起碼第三條跑道 就變了這麼大 大概 我們所謂的機場 有些叫Airport 有些叫Airfield 有什麼分別呢 另外一個機場 香港的機場在石江 石江 石江在哪裡 石江在蔡元村旁 蔡元村就在哪裡 蔡元村就在元朗 石江 這個地方 石江機場在蔡元村旁 沒說到重點 重點是 什麼Airport 什麼Airfield 香港就有兩個Airfield 兩個Airfield 一個Airport 的解釋就是說 有一條跑道 最少一條跑道 攻飛機升降 跑道不是這樣的 跑道有鋼琴 然後這條是 例如這條是 這條是 二七 這邊呢 這邊就是九號 然後中間有些線 這個幾次一個跑道 這個 這些就叫Airfield Airfield 當然附近有建築物 石江軍營 沒錯 石江是一個軍營 石江軍營這個機場 是Airfield 赤立角 這個赤立角 它一樣有兩條跑道 7和25 然後這邊也是7和25 25這條叫L 這條叫R 這條叫L 這條叫R 這條叫R Airport Airport就是有 出入境大樓 有海關 離境用的 就是出入境用的 有出入境大樓 這些才叫Airport 所以香港實際上 有兩個機場 石江機場 和赤立角機場 但我們平時很常用的是 赤立角機場一個 在香港 Airfield和Airport 我們都會有飛機升降 Airfield 就是石江 因為其實這也是一個Airfield 石江最主要就是軍用 軍用 駐港解放軍用 這個機場 就是民用和商用 民用和商用機場 為主 亦都有一些其他用途 我們平時 這個Airfield 絕對不可以用來升降任何的 民間 如果一個人要考飛機牌 只可以在這裏 或者現在還有一個地方 Airfield Airfield 就是一個沒有跑的機場 通常供直升機升降用的 那個就在以前啟德機場 舊子 近分碼頭圍的附近那個地方 那個Airfield 就是用來直升機升降的 好 汽浴 講 炒飛機 炒飛機 先講飛機牌照類型 我們先分兩種 第一種叫PPA 另外一種叫CPA PPA 即是Pyfreak Pilot A字不用知道為什麼了 CPA 不是考會計師的CPA 有些人會說CPA沒有考會計師 不是 Commercial Pilot 我們香港常見的PPA有什麼表表者呢 鄧子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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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PPA 他不是經常拿著飛機到處去的那些 Pyfreak Pilot 即是私人機師 如果大家去機場 經常見到一些飛機師 嘩好靚仔 那些女生 不知為什麼 一見到飛機師就會 嘩好靚仔 然後見到一些鬼 就說 鴕湯味好靚 那些就是CPA 即是擁有商業牌照的 那CPA 基本上你香港人都不會怎麼接觸 除非你進飛機公司做 那樣 那今天呢 正是講PPA 好 下到PPA 那PPA 那PPA呢 再分三種 那一種是什麼呢 一種叫移表飛行 另一種叫做目視飛行 第三種叫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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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先講什麼是綜合先 最低級就是綜合 綜合就是什麼呢 你只可以做副機長 即是說你的飛機不可以你一個人單獨飛行 一定要有人輔助你的 你只要做副的 但基本上你可以操控整架飛機的 目視飛行 目視飛行也就是什麼呢 我們平時開車就叫目視了 就是什麼 看著前面條路 你看著前面 你會告訴你 前面有個紅綠燈 前面條路是這樣走 前面要轉左 前面要轉右 你看到你前面的 目視 飛機一樣的 目視飛行 就是說 你是看著前面來飛 都飛到的 就是有目視飛行 最高級呢 我們就有儀表飛行 正常的飛機來說 都會有儀表 有什麼儀表呢 例如有高度計 水平計 垂直計 指南針 風向 一大堆不同的 好像我們在車上的咪錶 轉速 飛機就更多 有溫度 儀表飛行 也就是說什麼呢 儀表飛行 也就是說 當如果沒有任何障礙物 沒有問題的時候 你不需要看一條街的 你都可以飛到 完全不需要看的 你都可以飛到 這些就叫做儀表飛行 有三種牌 當然 跟大家講 當然是講最基本 好 講綜合飛行士 綜合飛行士 包括什麼呢 講有飛機牌 在香港 先講飛機牌 我們有定翼機 定翼機 定了在這裡 停了 有旋翼機 我們平常常講的直升機 所有的都叫飛機 PPA 分開H 和A 可能有些人PPA A 或者有些人PPA H 或者有些人甚至PPA A slash H 就是說什麼呢 Airplane和Helicopter 不論你是駕駛什麼都一樣的 首先就要逐駕 就是駕駛車不用 駕駛車不用 駕駛車不用 駕駛法拉里幾多號車 或者駕駛福特的什麼車 或者盧斯萊斯的什麼車 但是直升機不同 因為價格機的設計都不同 每個牌子後面 例如會括著Sesson 什麼機號 或者 或者 如果你厲害了 駕駛波音 或者空中巴士Airbus A320出街 那就有A 跟著A320 有些什麼可以考呢 先講 考PPA的人要17歲 記住 不是18 17歲 跟著還有 2級體能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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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做2級體能呢 你有standard的 你要符合到2級 如果你1級的話 最多只可以在陸地做事 不可以上飛機的 如果你要講單獨飛行的話 就要去到3級 目視飛行的飛機師就要去到4級體能資格 就是要一個很高的體能 是可以應付到一些需要的 而且 而且 考飛機最重要就是有錢 因為 基本上 你無論駕駛小型飛機也好 大型飛機更加不用說 你要1元1秒 1元1秒 價錢 有 1元1秒 所以 駕駛飛機真的挺貴的 但是 只需要17歲 和2級體能就可以了 飛機有什麼考呢 飛行安全 先效不使 飛行安全 人體極限 起飛降落 天氣 數了幾樣 還有11樣 總數11樣的東西 要考的 不使 不使之後 就像你駕駛一樣 要草宗 找個師傅教你 還要你選對自己駕駛什麼車 例如你駕開福特的 不可以駕駛 駕駛巳 駕駛 修駕駛 公司 例如 我的一部 叫名 CAP10 CAP10的機 那跟著 要儲80個飛行小時 接著就可以考一個叫做甲部市 考一個甲部市就是什麼呢 看看你有沒有能力單獨飛行 接著再考一個叫做粵部市 粵部市就是什麼呢 單獨飛行 真的單獨飛行 當然有一個人可能坐在你旁邊 30個小時最少 再考一個丙步 丙步就是體能 你才可以獲法一個正式的執照 考飛機真的很慘很慘很慘 為什麼呢 一年就要用一次新的了 一年一次 所以牌也是一年出一次的 還要每年 就是我們駕車 不用每年考一次的 但是駕飛機要每年 每年續續期的 要考試的覆試 我們叫做 不過呢 現在香港有個叫香港飛行總會 開始鼓勵多些人去考一些不同的飛機市 令到香港的飛機市場可以更加大 當然香港是駕駛不到任何的定翼機的 香港最多現在就是駕直升機 很多時候都是直升機 因為定翼機我們需要一條比較長的跑道 你會佔用了香港機場的跑道的時候 然後呢 除非你是很有錢 要不然呢 機場跑道 手上更貴 你的油費 但是呢 在香港考 車考船 考飛機呢 這三樣東西呢 話就說 很平常常聽別人說 但是呢 原來呢 幾樣東西都有不同的分別 亦都有不同的複雜性 那 或者可能大家聽完這個節目 突然想去考車考船 或者考飛機 那不妨可以去試一試 因為呢 現在呢 正值香港發展的時代呢 考車考船 考飛機呢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時機 那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 那下個禮拜呢 就繼續和大家分享其他的 一些政治的東西 那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